一個蘋果日報攝影記者 在旺角採訪期間被捕 現場警方的傳媒聯絡說 記者涉嫌襲警 晚上8點左右 在西洋蔡南街同事由街交界 一個男人被多個警員包圍坐在地上 他被鎖上手扣 身上掛有蘋果日報的職員證 在場採訪的記者向警員解釋 被捕的是記者 正是採訪 現場的警員沒有理會 帶走他 並且驅趕其他記者 警員將蘋果日報的記者帶上旅遊巴 在場警員說 記者犯法要拘捕 但沒有說犯了什麼罪 旅遊巴之後開走 據報會將被捕的記者 帶到北角警署調查